大嫂卖掉自己的车 小叔子却来兴师问罪 大嫂 你搞什么鬼啊 谁允许你卖掉我的车 我告诉你 你赶紧把车赎回来 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说小叔子你 这也太不讲理了 这车是我的 我卖了官民什么事情 你居然还敢来兴师问罪 我看你真是不知道 谁是大小王 大嫂 我说你是不是太不懂事了呀 那车可是我开去泡妞用的 现在你把它卖掉了 那我以后怎么去泡妞啊 我告诉你 我可是爸妈最疼爱的孩子 就连我大哥都不敢跟我争宠 哎哟喝 你是你爸妈最疼爱的孩子 那你找他们给钱买车呀 凭什么霸占我的车呀 我本来好心借给你开几天的 结果你就一直霸占我这车 这车我去年就借给你了 结果你拖再拖 就以为这车是你自己的对吧 我现在卖车了 你就不乐意了是吧 你有本事就让你父母找麻烦 如果你没有本事 那就老实闭嘴 话说大嫂为什么宁愿卖掉车 也不让小叔子开呢 没错 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原因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小军 我昨天看你大嫂提了一辆百万级别的豪车 我想上去坐坐 你能不能跟你大嫂姐说一下 好的小林 我现在就打我大嫂电话 让她把借给我 你放心吧 我可是我爸妈最疼爱的孩子 只要我爸妈一开口 我大嫂肯定会同意的 那小军你真是厉害呀 你爸妈居然这么疼爱你 我真是太羡慕你了 听到自己女朋友这么夸自己 小军也是立马掏出手机拨打了大嫂的电话 大嫂 我听说你昨天提了一辆百万级别的豪车 正好我女朋友想上去坐坐 所以大嫂你能不能借给我开几天啊 正好我这几天要去外面旅游 开你这车肯定被有面子的 你什么意思 我这车刚停没多久 你就让我借给你开 你怕不是得了失心疯吧 还有李小军你不好好努力工作赚钱 你去旅游干嘛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好好努力赚钱 那以后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我现在跟你好好说话 你不听是吧 大嫂 我给你一个面子 你也给我一个面子好吗 现在我女朋友可是在我旁边 你要是让我丢了面子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立马跟我爸妈告状 你的妈宝男 有事没事就知道跟你爸妈告状 我看你干脆跟你爸妈做一块得了 大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的小叔子 见大嫂这么不给面子也是气急败坏 旁边的女朋友也是火上浇油的 小军 你不是说你大嫂会给你面子吗 他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是不是骗我的呀 小李你放心吧 我大嫂这个人我是知道的 他现在应该是想要一个台阶 你放心吧 只要我打电话给我父母 然后让他们开口说这件事 那我大嫂就会顺这个台阶下的 那好吧小军 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如果这车借不到的话就算了 反正我也不差这车 我呢还有事就先走了 等你要到车了 咱们再一起出去旅游吧 一旁的小军 见到自己女朋友 对自己失望离开了 也是立马着急了 于是立马掏出手机 拨打了父母的电话 爸妈出大事了 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一下 儿子出什么事了 你不是跟你的小女朋友 在外面逛街吗 妈现在是真的出事了 刚才我女朋友跟我说 大嫂提了一辆百万级别的豪车 然后她想上去坐坐 后面我就打电话 跟大嫂姐说了这件事 结果她不同意就算了还骂我 大嫂还让我丢尽了面子 她真是太可恶了 什么 儿子 你大嫂居然敢骂你 你等着我现在就过去撕烂她的嘴 她居然敢骂我的宝贝儿子 真是太不像话了 是啊儿子 你放心吧 我现在就和你老妈过去撕烂你大嫂的嘴 然后狠狠收拾她一顿 然后再让跟你道歉 你觉得可以吗 哎呀爸妈 你们听我说完好吗 我刚才都说了我女朋友看上我大嫂的车了 我们就是想借一下她的车过来开开 结果大嫂不借就算了 还嘲讽我不好好努力工作 现在连我女朋友都对我失望了 爸妈 我现在就想借到大嫂的车 可是 以你女朋友那个样 肯定是不满意的 毕竟借到这车后 那你们以后怎么办 难道这车还回去 你们还要坐公交车去旅游去逛街吗 妈 你别急啊 我是有自己想法的 你看啊 首先大嫂那个这么过分对我 那我肯定不会让她好过的 只要你们两开口把车要倒 那我就有办法让这车回不去 到时候 这车就是属于我们的了 那儿子我们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打你大嫂的电话 让她乖乖把车借给你 到时候 你自己想办法 把这车大占了 母亲说完 便拨打了大儿媳的电话 大儿媳 你有事吗 妈这里有件事要跟你说 妈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如果是借钱就免了 不是借钱 是我小儿子小军 看上你最近提的那辆百万几点豪车了 你放心吧 我小儿子跟我说了 他们就借三天时间 只要三天时间一到 那他就会完好无损还给你的 是 儿媳妇 你这车我小儿子非常喜欢 不过他也不是那种霸道的人 他只要这车开上三天时间 那三天时间一到这车就会回到你手里了 我说爸妈 你们是把我当三岁小孩吗 你们小儿子什么品性 我不知道吗 还三天时间 恐怕三天一到我这车早就不见了吧 不是儿媳妇你几个意思 不借就不借呀 为什么要贬低我小儿子 我告诉你呀 你那车我虽然不知道长什么样 但是肯定豪华很好看 那既然我小儿子看上了 那你就乖乖让我小儿子开上 要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没错儿媳妇 这车你不给我小儿子开也得给 你放心吧 有我们老两口给你担保 你还怕什么呀 难道你怕你这车坏吗 你放心吧 只要你这车磕着了碰着了 我们都会给钱你维修的 这样子你放心了吧 不好意思 我放心不了 这车我刚提几天时间 没到你小儿子就盯上 那等这车到你小儿子手上了 那还得了啊 毕竟之前你们小儿子 就让我借钱给他买手机电脑包包 说什么一个月内还 一年内还 结果我和你们大儿子 小刚结婚这么多年了 之前影子都没有见到 每次我跟他说这件事 你们就跟我打哈哈 说什么一家人没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 这点钱就算了 所以从此之后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一句话了 你们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我就算挂了 大儿媳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的公公婆婆 见而媳妇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也是非常生气 于是立马拨打了大儿子的电话 大儿子 你老婆要造反你管不管 你如果不管的话 那我们来管了 妈 我老婆又咋了 你们还是有事就说是吧 没必要拐弯抹角 那好 我们就直说了 就是你弟弟看上你老婆 最近刚提的百万级别豪车 他想借出来开几天 但是你老婆说什么也不肯 我们刚才也开口跟他说了 结果说什么也不借给你弟弟 你说他这是不是造反了 是啊 儿子 你弟弟非常喜欢你老婆提的那辆车 要不然他也不会求我们 所以小刚 你就当我们求你办成这件事吧 只要你老婆同意把这车借给我们 那我们就给你继一功 好吧爸妈 那我尽量完成这件事吧 毕竟我也不知道我老婆会不会见 大儿子说完 立马挂断了父母的电话 晚上八点钟 老婆 我弟弟非常喜欢你那辆车 你就借给他开几天吧 而且我爸妈跟你说过这件事了 他们也保证过了 你放心吧 如果他们的保证你不信 那我的保证你总会信了吧 如果我弟弟不把车还给你 或者把车搞出问题了不赔钱 那你来找我的麻烦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有一句怨言的 好 李小刚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不把车借给你弟弟 就太不是人了 随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最终小叔子被大嫂送进了五星级酒店 而小刚也和小安闹白了 小叔子因为不讲信用 也是害了自己 后悔不已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